接著是第三小題 這個方程式以後會出現 點化鉀加硝酸鉛產生點化鉛加硝酸鉀 這裡你碰到第一個困難就是 你到底會不會寫點化鉀跟硝酸鉛的化學式啊 你會不會寫點化鉛跟硝酸鉛的化學式啊 你不會寫就掛了 你不會寫就掛了 來 帥哥美女 上來 我們找 誰勒 來找 三位 一位 你們班應該沒有38號 9號 然後找兩位帥哥 一位27 一位34 2734 9號 上來 快點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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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就跟我寫我不會 又來了我不會 允允允允許 ahi 噢吾 你改對了,你原來那個歐變小嫌是錯的 你沒有寫我還是不會啊? 你會,你有沒有寫啊? 來,第一個,點話甲是KI,蕭川謙是PB,刮5NO3,刮5NO2,然後顯化PBI2 然後KNO3,從最複雜的射成1跟2,這裡誰最複雜? 蕭川謙,寫成1 這裡的每個東西都是左右各一次,所以誰都可以動 你可以看謙,你可以看蛋,你可以看癢,也可以看K跟I 如果你要看牽,左邊一個牽,右邊也要一個牽,所以就寫1 點話牽,寫1固定之後,牽固定,點就固定了,點要幾個? 兩個,所以右邊的點有兩個,所以左邊也要兩個,所以左邊怎麼變兩個? 就寫2 左邊寫2之後,兩個KI固定好了,I固定了,K也固定了,左邊有幾個K? 兩個K,所以右邊有幾個K?兩個K 所以寫2,都問完了,可是你剛才有看過蛋嗎?沒有 你剛才有看過氧嗎?沒有 理論上你每個數字都寫完就該平衡好了 擔心的話,檢查一下,蛋有沒有對 NO3、瓜乎2是兩個蛋,右邊2N、2KO3兩個蛋,蛋固定了 前面2,NO3、瓜乎2個,23得6,前面左邊有6個氧,右邊呢? 2K,NO3,23得6,也是6個氧,沒有錯,都確定好了 確定了,或者你直接看NO3也可以 NO3,瓜乎2有2個,2個NO3,右邊2個K,NO3也是2個NO3,都OK了 好,所以,就寫這樣 這就是答案,這就是答案,可以嗎?OK嗎?OK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零四的第三小題,就是這樣子,OK? OK? OK? OK?